小雪 你开门 我不要 我都跟你说不回去了 你听话 你快点开门 不要 不要 你岳母已经来过了 小雪是下定决心不回去了 小雪 小雪 你这事要干嘛 小雪 你起来 我不要 难道你要我拉你起来吗 行啊 反正我里面可什么都没穿 光溜溜 我还是留你们俩 安堵 你这到底是在干死你了 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你要是为了我 你就赶紧起来 穿上衣服赶快回家 你爸妈都生气了 我都已经跟我妈妈打过电话了 我坚持一切按照合计条件做 小雪 我不管 要回去 要回去你回去 反正我是不回去 放下来 放下来 放下天一 哎 天一 天一你干什么天一 天一你干什么天一 他带我穿的 他没穿衣服我也带来回家 天一 你快点闹了 你穿了衣服啊 我疼 这你们在干嘛呢 小雪怎么在地上呢 爸 天一说你非要把我带回家 你会帮帮我 哎 天一你怎么把媳妇扔地上不管呢 都因为你 你没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因为你变得乱七八糟的吗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呢 那咱们就不要和解吧 好 我们法庭见 不行 爸 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只要我们在这边住就可以和解啊 小雪你跟我回家 天一 这就是你的家 小雪你跟我回去 我不要 我都说了 我不回不住 天一 要是小雪她不想回去 你 你就 随便你 我 有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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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小雪呢 小雪她 她坚持不肯回来 所以你是游热她你自己回来了 对不起 你连自己老婆带不回来 世上不肯放人 你说你们家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啊 唉 真没有想到 你们家是这么难相处的人 那我先去休息了 等一下 我问你啊 那个给你爸爸谈黄婚恋的女人 她是谁啊 她是我们家的老邻居 高阿姨 高帅 那你爸爸会跟她再婚吗 这个 我不清楚 那 没事了 你去休息吧 你也早点休息 嗯 高田田就是高帅 她怎么会这么巧的事呢 你说高帅要是成了小雪的婆婆 小雪不惨了吧 早 来来来吃早饭 天心姐早 早 白雪呢还没起来啊 来了 爸爸早 姑姑早 大家早安 换个地方是有点不习惯 所以起来晚了 没事没事 对不起啊 爸 月儿给我倒杯水 好 有生煎包啊 我最喜欢吃了 每次都能吃很多 谢谢姑姑准备的早餐 小姑娘的嘴真甜 跟大家一块吃早饭的感觉真好 哥 这白豆也是甜的吧 是啊 哦 天心啊 嗯 我刚才用手机发给你那个餐厅地址了 你可别迟到啊 今天是你第一次相亲啊 对方叫什么名字啊 你自个问他呀 他知道你长什么样 你把我的照片都传给人家了 你也相信嘛 总要让彼此知道长相嘛 是吧 你就乖乖地过去 好好表现 反正如果对方要是先走了 你可别怪我啊 嗯 到时候你别找我麻烦 我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保证待够两个小时 烦人 又要去哪儿啊 你又想告诉王总对吧 我绝不会告诉你 哎呀 哎呀还真是累了啊 好美好 要不去哪儿啊 好美好 好美好 好可不嘛 你这样的军牌才怕大的事 是吗 对 好美好 你这个快跑 已经跑了 谢谢 真是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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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来 给你放松一下 好 上你的钱 你有点美你就喜欢我啊 上你的钱 不要说我说我说我说 好好好 你上你的家 高甜甜 没想到你真的是这种女人呢